各位同学大家好 这一小节我们来看Monkey圆码分析的request模块 首先我们还是来看两个结构体 然后主要看一下读函数和写函数 处理读写的操作 最后我们看一下它的模块调用关系 首先我们来看这两个结构体 进入request.h文件 首先来看clinization 这个结构体我们前面也看过 主要是存放的从客户端送上来的请求的数据 这里边有几个字 有socket 这个就是所用的通信的socket 这里有个body 这个就是客户端送上来的请求的数据 这有个body size和body length 两个长度 这个body size呢 是这个body缓冲区的大小 这个length呢 是我们已经读出来的字节数 下面有一个结构体叫sation request 这个结构体是存放的 从客户端送上来数据里面解析出来的结果 从http协议层解析出来的结果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结构体 它包含一些头部信息 比如说头的长度 头的这种域的列表 还有这些方法请求的uri 这个地方request headers 头部信息 大家可以看到这些很有http头部标志性的一些字段 如果对http协议比较熟呢 一看就是知道它的含义 这个地方可以看到注释 这个就是post或者put提交上来的数据 就是放在这个字段里边 绝对路径 再往下 这个地方有一个query资讯 这个就是我们那个网页里边提交的时候 带的一些参数 就是在这个里边 好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读写函数 前面的小节我们已经分析过 我们在schedule模块里边 对这个hander的函数指针做了一些复值 其中最重要的两个函数就是一个read和write函数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read函数 调用进来以后进入到connection模块 这个模块我们前面已经讲过 我们快速的过一下 这个地方大家看到有一个handread的函数 这个函数就是执行读操作的函数 这个就跳到我们的request的模块里边来 前面做了一个缓冲区大小的判断 这个前面我们已经说过了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有个socketread的函数 这个函数传了三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是socket 就是我们通信的socket 第二个是个body加了一个偏移量 第三个参数是一个长度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客户端提交的数据存放的缓冲区 因为每次读的话有可能读的不完全 所以在这个地方加了一个偏移量 前面读到的 如果不加这个偏移量 前面读到的就会覆盖掉 后面就是我们的缓冲区最大长度减去 已经读到的字节数 所以传的是这个参数 这个socketread的函数 我们前面分析过 最终它是调用的leon 就是那个so里边的socketread的函数 执行一个读的操作 这是读函数 我们再来看write函数 connectionwrite 进来以后还是进入到connection这个模块 这个地方有个handwrite函数 我们进去看一下 刚才在读函数里边 实际上读完以后 我们没有看到对这个数据进行处理的部分 实际上它的数据处理 是在这个handwrite函数里边进行的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地方有一个mqrequest process 这个里面进行一个数据的处理 前面进行的一个解析的操作 然后进行一些合法性的判断 再往下走 这个地方可以看到有个httpnit函数 进入这个函数以后 我们就对它进行头部 进入这个函数以后 我们就进入到http协议的一个处理层 通过前面的代码走读分析 我们最终可以得出这样一个模块调用关系图 首先是在schedule模块进行函数指针的一个复制和初始化 schedule模块调用connection模块 connection模块调用request模块 request这个地方它执行具体的读和写的一些操作 在request模块把数据读出来以后 调用了http模块 http模块进行一个http协议的处理 那具体的读写操作呢 是通过plugin模块来调用nialna 也就是编辑成共享库的那个模块 来进行读写操作的